周培公走出了庙院 外边的景致果然热闹 西园和弹着似的高桥 龙灯 狮子 汉船 河蹦 贺玉 叮叮光光的敲着锣鼓 都拥到了前门和琉璃场一带 什么跳喇嘛 大头人 打蟒士 走踩绳的 还有扮演着戏文里的各种人物 一对对吹吹打打 招摇过世 人流磨尖接踵 挤挤拥拥 加着唱Younger的 跳暴脑的 卖团粉的吆喝声 孩子们的惊叹欢呼的喊叫声 被击倒了的咒骂声 哭声 呼啸声 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汇成了一片 搅在了一起 平日不出门的妇女 也耐不得寂寞 七大姑 八大银的 香烟出来瞧瞧热闹 不过 他们的心思 可比男人细密的多了 有的 到城隍庙 捐香火钱 起又降服 有的 到观音安求子 有的 就到琉璃厂小贩那儿 花上几个铜子 买上几颗 惊熬玉冬的 石狮子牙 这是一种 蜡质的瘦牙 据说 把这种牙 扔进附近的 砖设的炭火盆子中 看他们烧化了 能够确保 他们一家子 中年不患牙疼 周培公 随着人流推动 就来到了 正阳门 不禁被这里的热闹 看呆了 只见几百名妇女 一个个被挤得 劈头散发 眼泪汪汪 有的挤掉了鞋 有的到中途 就被顶回来了 一窝蜂的 去摸正阳门上的 大铜钉 被挤出来的妇女们 有的怨天忧人 有的没开眼笑 孩子们 有的哭 有的闹 有的盘着 妈妈的脖子 叫着 妈妈回家吧 周培公看了半天 却揣夺不出 其中的奥妙 就问身旁的一个老翁 老人家 这些辅导人家 不要命的计什么呢 这位老人 思笑不笑的说道 他们呢 在摸福极 谁能一连摸到 七个铜钉 全家终年平安 周培公听了 不禁一笑 这凉凉的 圆圆光滑的 大铜钉帽 居然有这么大的法力 他还不知道 这些妇人 在为自己的父母 丈夫和子女 祈福的时候 却有一种 出人意料的 坚韧精神 被挤出来的 哭归哭 骂归骂 不摸到 其个铜钉 他们是 绝不肯 离开这个地方 有的妇女 索性吃了脚 把孩子放下 请别人照看 挽起头发 裸起袖子 又挤进去了 周培公 不禁好笑的说道 皇上的大门 就这么神 其实也用不着 这么挤呀 只要大家排好了 挨着个的来 天不黑 就能够摸完了 一位老人 在旁边搭枪说 是啊 往年就是这样 挨着个的摸 不过呀 今年不同了 因为一会儿 平南王爷和静南王爷 要从这儿 入宫进界 要是一戒严呢 就摸不成了 平南王 是广东的尚可喜 静南王 是福建的耿京中 召见三番 怎么只有两王进京 周培公不由得 想起了傅宏列 心里咯噔一下 就盲问 平西王没有来吗 老人摇了摇头说 这就不知道了 听说是告病了 周培公想再问 忽然间 人群 插着一下 就乱成了一团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哭着骂着 纠扯着 一个中年妇人 从人群里 连丝带打的挤了出来 这个中年妇人 一边躲闪 一边嬉嬉的笑着 喊狠糊糊的说道 这有何必呢 难道 在这人群里头 还免得碰着了一点吗 旁边的妇女 见是这么一回事 有的就不来相劝了 不料那个姑娘 却称那个妇人不防备 猛的窜上去 一把扯去 妇人头上蒙的 冲绿头巾 高声喊道 你奶奶小嫂 就要豁出去了 叫大家看看 你这下流痞 人们一下子呆了 原来这个中年妇人 竟是个汉子 周培公的血 一下子拥到脸上 脖子上的青筋 蹦起老高 高声嚷头 不要放掉他 忘了他叫什么 这个汉子 歪着脖子 搜寻了一番 看了看周培公 问了一声 谁在放肆 说着他一步一步 就逼过来 明笑着说 你他妈的是 哪条裤装里的货色 你知道他是谁 你知道也要是谁 周培公 周培公 气得十个手指 捏得嘎巴 嘎巴 山响 冷笑着一声说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货索 你这样的行径 就是个人 就是个畜生 这个汉子做了个怪现 牛脸对几个围着瞧热闹的人说 瞧见没有 这个穷小子 他想管爷的事 告诉你 我乃堂堂礼亲王府的总管刘衣贵 你管得了爷的事吗 他欠了爷三十串钱 爷还要把他弄进府里 好好摸摸的 来 加起这个臭娘们走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 周培公早就挥起手掌 啪 这一记耳光就归过去了 刘衣贵脸上就落下五个紫红的纸印 当时脸就鼓掌起来 几个礼亲王府的长随 见管家哀躁了 就嗷着一声吼叫 一起扑上去 围着周培公是拳脚交架 站在一旁的小索吓呆了 周培公一边和这些人周旋 一边对着小索喊道 还不快走 刘衣贵捂着脸高声嚷 走 老子那几十号人 能叫他走得了吗 啊 打 一时间围着水泄不通的人群 就骚动起来 二十多个豪农大打出手 在人群中间横冲直撞 人们被挤得绊倒了一大片 惨叫呼号响成了一锅粥 周培公腰部遭了几击重拳 眼中金花乱舞 两枪的一步倒在了地下 十几个长随一闻上 那一拳我一脚的猛踢猛打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雷鸣般的一声大号 住手 到他娘的住手 这一大声 震得这帮恶奴全都住了手 转脸一看 是一个满脸落腮胡子的军官 几个纷纷逃窜的人群 一手插腰 一手指着刘依贵问道 你他娘的 平常欺负人 一个长随 见刘依贵实眼色 冷不防的 从后头窜上去 劈掌就打 这个军官好像背后伸着眼睛 一伸手啪 就把这个长随擒住了 反手一拧 提在怀里 呸 照他脸上吹了一口唾沫 轻轻一送 这个长随就像弹丸一样 冲了出去 竟接连又撞倒了两个 刘依贵见识不妙呼哨一声 带着恶奴们逃去了 周佩公从地上爬起来 见那个军官正在开心的哈哈大笑 忽然眼睛一亮 惊喜的叫道 大哥 是你呀 经官愣了一下 诧异的看了看周佩公 沙大街也认出来 张着双手扑过来 双手紧紧抱着周佩公 就地悬了一圈 哎呀 是我书呆子裴弟呀 你怎么会在这儿 十年 整整十年没见了呀 这个豪放的汉子又跳又笑 眼泪在矿子中打起转 然后流了出来 这位军官 这位军官正是周佩公的乃哥 龚荣裕 从军十年 在平良已当上了城门岭 两个光屁股时候就在一块的哥俩竟在此不齐而遇 娘如今怎么样 身子骨还好吧 听了周佩公讲述这些年的遭遇 这个聪明大汉 低垂下眼皮 身色黯然的回道 娘还好 周佩公和龚荣裕 病着肩 漫无目的的走着 低声大道 就是人老了 眼睛也不好使了 说到这 周佩公停了脚步 瞪着眼 带着怒气问道 你已经是四品大员了 为什么不回去看娘 你这算孝子吗 龚荣裕低头 粗重的喘了一口气 半上才说 先在广西 又到云南 再调陕西 安定不下来呀 周佩公问 你这次到京 干什么 哎 你是不知道 因为王提督 在陕西被 莫洛总督 和瓦尔格将军 挤得存身不住 进京 是想请旨 调访 到内地来 周佩公问 王提督 是不是 那个叫马耀子的 龚荣裕点了点头说 嗯 就是马耀子 王府尘 周佩公 沉思着问道 我听说 莫洛居官 很清廉 怎么这么不容人 说着他摸摸腰部 因为腰部还在隐隐的坐腾 奇人 全他娘的一路货 汉人算倒了血没了 龚荣裕 闷声打倒 说着一脚 就把一块石头 踢出老远 半天又说 这个马耀子 脚踏两条船 他吃着朝廷的 看着吴三贵的 可我瞧着吴三贵 也不是个正经东西 我在那带兵 也不容易 我们就住在吴三贵 大公子 吴应雄的府里 你呀 跟我到那去住吧 周培公却连连摇手 笑着说 不不 你已经是客了 够别扭的了 才带了我去 像什么 再说我天性舒懒 不耐烦和吴大公子 这样的人打交道 当下 两个人亲亲热热 说了半天话 又一同到巨仙楼 吃了一顿饭 龚荣裕又拿了一张 五十两亿张的银票 给了周培公 才依依不舍的分了手 相约与王府城回闪前 再聚一次 周培公的揣夺一点不错 康熙同时招三番入箭 本意呢 是效法赵狂印 席前夺兵 但周培公却不知道 给康熙出这个主意的人 正是为他写箭书的 帝师五次友 五次友 原始扬州名士 康熙原年会事时 五次友因为写了一篇 圈地乱国论 深得康熙赏识 被聘为帝师 他在辞官归山之前 曾为康熙起草了 撤翻方略 吴三桂既然不来 康熙的夺兵计便不能实行 他那热得发烫的心 也只好凉了下来 代之而起的 是难以压抑的愤懑 他忍着一肚皮的气 在前清闻和颜悦色的 接见了大夫行礼的吴应雄 又上银子又赐药 下诏未遇了装病的吴三桂 退下来之后 他越发觉得浑身的不自在 生气归生气 正经事还得办呢 过那正月十六 康熙下诏 令已经入京的尚可喜 和耿京中入内 在前清宫正殿 接见一世 趁于路过前清门时 康熙掀起明黄软断的窗帘 向外张望了一下 见耿京中和尚可喜两个人 穿着促心的鹅黄团花龙装 浮浮着身子正在叩头 不禁轻声叹息 含笑大声说道 二王远道而来 免礼了吧 说着脚一顿 令乘鱼停下 两步跳了出来 在丹池下一手挽起一个 呵呵笑着说 朕倒没料的你们来得这么早 在京还过得惯吗 这儿的天气可比不上广东和福建 你们可要多加一些衣服才成啊 一边说着 一边沿着永道 向正大光明点徐步而行 语气神气间透着十二分亲热 上书房随是大臣所额图雄次旅 一等忙杰书 一等宫厄比隆等 率着不愿大臣早在殿门后着 见他们过来忙一骑跪下 只等三人先后进殿 方才起身鱼贯而入 一斜料扶在殿门口 康熙命耿精忠和尚可喜坐下 端起玉岸上的奶汁 吃了一口 就问 你们住在哪啊 他一边问着 仔细打亮着面前这两个异性王爷 他们是康熙三年觐见的 已经离别整整六年了 见尚可喜以大剑衰老 目光也失去了昔日的神采 顾盼时 头部不断的颠颤 手足都显得有些呆滞了 而耿精忠呢 却正当圣年 挺胸八肚 正襟危坐 目光炯炯的看着康熙 听到问话 他忙从一中欠身 陪笑说道 尚可喜住在儿子家 奴才住在弟弟家 康熙点头一笑 耿精忠的弟弟耿兴和 和尚可喜的三儿子尚之礼 还有吴三贵的儿子 吴应雄 都是康熙的姑父 他们住在京师 每个人都有俄伏府 做着散之大臣 这两个人呢 耿兴和和尚之礼 都是阴风嫩月的浪荡公子 诗酒以外就不问正事了 用雄刺礼的话说 就是稍有寄人风度 绝无汉官威仪 可比不得吴三贵的儿子吴应雄 这个吴应雄明面上老老实实 背地里 却跟外边的都府大员 广为结交 三两天就和云南书信 来往一次 此时康熙听了 耿精中的回话 沉吟了片刻 转脸丰富 失离在旁的养心殿 总管太监小毛子 你传话给内务府 碎银二位俄府 每家三百两 又对 耿精中尚可喜笑着说 朕知道你们少眠大 不要嫌朕小气 这两个俄府人品财学都好 再历练几年 朕还要叫他们 分长不愿的事呢 说着他又笑了笑 康熙话中有话呀 他说这两个好 当然就是说 无英雄不好了 尚可喜见耿精中 不搭枪 就笑着说 奴才们 便有三万银子 也比不得 这三百两体面 这次来京 听支离说 万岁爷 勤政的很 每日办事 都要到二更天 奴才说句 不知上下的话 万岁如今 道地年轻 不晓得 爱惜自己的身子 到了奴才 这把年纪 才知道呢 万岁一身戏着 一兆百姓 更要多多 劫劳才是 康熙目光闪烁地望着 外头的白雪 挨挨的公园 款款地说道 朕 何尝不想享福 事情太多 不得不如此啊 罗煞鬼子 在东北 扰乱边境 去年 战我牧城 杀我千余百姓 这些生藩 用死人尸体 搭起架子 烧小孩子吃 西北上的事 更乱了 戈尔丹 不知吃了什么药 竟敢不经情旨 自立为寒 又跟西藏 帝把桑节勾手 大有东晋 并吞 漠南漠北之意 你们都是 精属汉士的人 境内出这样的事 朕岂能看着不管呢 他长须立口气 接着又说 还有黄河 怀河 去年秋天 举口三十四处 河南巡抚 衙门里的淤泥 有一丈多厚 二十多万百姓 出外逃荒 康熙摇了摇头 没有再说下去 站在殿门口 屋子上的内大臣 大学士 索额图突然 七行 驱前一步 朗声奏道 万岁 罗下国使臣 格赖尼 既将回国 离行前 想面见皇上 请旨 如何办理 康熙摇 康熙问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索额图急忙回答 在五门外后纸 康熙立声说道 叫他进来 朕倒要见识一下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咋 索额图扣了头 起身又打了个签 躬身退出大殿船址去了 雄四吕在班中 叩头奏道 皇上 应该圣辰威仪 亦是我天朝风范 康熙略意沉思 咬着牙笑着说 他不配 现在的威仪 也是抬举了他 说着就听见 远处一声低一声的传进来 罗下国使者 进宫叩见